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恐龙在念什么啊 你们来这 这次阅读策研超奇怪的耶 你看它的题目竟然是 口巴月夜 口巴月夜是什么啊 有这个题目吗 让我看看 哎呀 小恐龙 你看错了啦 是狗与骨头 狗与骨头 是吗 是吗 狗与骨头吗 诶诶诶 你很搞笑耶 小恐龙 你这张桃圈上的名字还写相反了 哪有可能啦 我最会写自己的名字哦 怎么可能写相反了 不信我写给你看了啊 我的名字最会写了 小恐龙好像真的怪怪的 他好像不太认识过去 对啊 我们该怎么帮他呢 我也不知道啊 哎 你们看 你们看 我最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你看 你身边有跟小恐龙一样 有时候会看不懂阅读测验 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写相反的同学吗 其实这跟我们的大脑 有何大的关系哦 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 大脑是如何学习国字的哦 帮我们童童一起 我是小天心 欢迎亲爱的爸爸妈妈 可爱的小朋友还有老师 和我们同在一起玩游戏 耶 小恐龙 所以你刚刚已经很认真的 却还念出 很让人不理解的文章对不对 对啊 奇怪了 那个阅读测验 如果念给我听 我都听得懂哦 可是我自己看 好像又好像会念得很奇怪 然后我写自己的名字 他们还说我写反了 怎么会这样啊 诶 那我就要问了哦 各位可爱的小朋友 你有遇过有一件事 你学了很久 怎么样就没办法学会 怎么样都好像搞不定 有过这样的人请打圈 从来都没有过的人请打叉 遇遇遇 全部都有过 好 停圈 就是 就是我以前都看我妈妈在玩速读 然后我自己也很想玩 所以我就请我妈妈来教我 然后我就学了很久 好像学了两三年吧 现在终于学会 所以我很开心 你学了两三年终于学会速读啊 哦 你说是那个填数字那个速读吗 1234嘛那个 哦 好 后面这个帅姓黄庭轩 那 数学每次我都看不太懂 可是我妈妈都会很耐心地教我 嗯 然后让我都会了 好 谁还要跟我讲 犹豫到过什么 好 我来哟 吹指定 什么说 就是 因有时候会吹不好 嗯 所以我都会请教同学 嗯 然后现在已经克服了吗 有点 有点 不过刚刚我知道两个好朋友 已经有在想办法要来帮小恐龙了 对不对 我有想到帮他 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哦 那婷轩呢 婷轩 我也想要帮他 只是 嗯 小恐龙的问题 有点难想 哈哈哈哈 很困难对不对 别怕 就要问老师了 老师 怎么会有这样念出来 是一个不通顺又很奇怪的文章这种事啊 呃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的脑袋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机器 嗯 然后就想 你想想看 就像我们的天花板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管线 嗯 那我们脑袋呢 比如说像小朋友的脑袋还没有成熟 还在建构里面 嗯 那可能是 呃 还没有发展到 因为他脑袋还没有成熟 有时候是不小心呢 那个管线没有接好搭错线了 或是螺丝松了 或是怎么样 所以就有那个学习的困难的现象 最重要的关键字是什么吗 而这个故事又在说什么呢 赶快来试试看吧 应该是北风 第一个北风 太阳 两方为谁的能量 大 而相互 擦擦腐修 好 他们决定 谁能使得行人脱下 衣服 谁就 获胜 好 然后下面 北风 一开始就 猛烈 的刮 路上的 行人 紧紧裹住自己的 衣服 再来 太阳 太阳见此刮的 北风 北风见此刮的更猛 行人冷的 受不了 哦 便添加更多衣服 好 谢谢试涵 掌声鼓励 好 来 冠婷 你跟他有自己的想法 来 好 冠婷来咯 开始 太阳 太阳与 北风 两方为谁的能量 较大 而相互 比较 比较不休 他们决定 谁能使得行人脱下 衣服 谁就 胜利 好 再来下面 北风 北风一开始就 衣服 衣服 呼呼烈的 呼呼烈的刮 这不是一个字吗 呼呼烈的刮 好 路上的 行人 紧紧裹住自己的 外套 好 再来 北风 北风见此刮的更猛 行人冷的 穿上更多的衣服 行人冷的穿上更多的衣服 便添加更多衣服 好 我了解 你很努力 好 给他掌声鼓励 答案揭晓 这个故事就是北风与太阳 你答对了吗 老师 这一题感觉很简单 有什么挑战性 老师 其实不简单 我要讲的是 像小恐龙 他在读阅读的时候 他就像小朋友一样 他会觉得有很多字是盖下来的 因为有些阅读障碍或是阅读困难的小朋友 他在读书的时候 他会跳字 有些会跳行 所以就像刚刚的小朋友他怎么样 要去猜 可是这个故事是大家都很熟悉了 对 所以他就会知道说 嗯 大干事 对 所以他们就会猜到 所以就像小恐龙他在读书的时候 有时候会猜 对 而且老师有的时候 我这样一句看完啊 我还看不懂 要再看第二次 还是看不懂 再看第三次这样 因为有些字就会跳掉了 对 老师那阅读障碍 它是可以救的吗 可以啊 真的吗 真的 是可以救的啊 小恐龙 不要担心哦 但是挑战好像还不够让我们更了解小恐龙 马上再来挑战一题 现场准备了三个国字题目 我们一起来试着念念看 这样的句子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好 第一题请妈咪回答 横弦妈咪 食悟空 变成牛魔王的样子 去跟铁扇公主借扇子 哦 这样听就知道妈咪的意思了 跟妈咪什么地方怪 那字很奇怪 有第一个字不太会念 对 然后很多字都是鹰桶 可是实际上的字 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念的时候你感觉 很难念 不流畅 对 怪 花脑欸 好 再一题 我要看哪个小朋友要挑战 请举手 好 我来问 西乌纯 门前一棵葡萄树 热绿的枝芽才刚长出来 蝸牛背着重重的壳 一步一步向上爬 这个地方有什么奇怪的你说 字都倒放过来就在旁边 所以你刚刚看的时候 有花一点时间 但还是可以懂 对 但是跟他头脑有点快爆炸了 对不对 好 下一题 再看 哦 这一题 来 佩琴 冯雪者新衣 得意地走出王旅 心想 我这 这牛衣服 只有 聪明人看得见 真是 神奇 美丽的衣服啊 这在讲什么 你觉得在讲什么 看不懂 看不懂 你看不懂 你念完了 全部都颠倒 那你知道他会讲什么吗 大部分 是怎样 就是 就是 要想一下 好像都会念 但是又怪怪的 徐老师 这在测验有没有什么啊 测验有学习困难 或是有学习障碍的小朋友 他在看书 在阅读的时候 他遭遇的情况是什么样 哦 就是像这样 好像好多怪字吗 嗯 哦 跟小恐龙就是这样吗 对 其实我们现在让小朋友来猜一猜 嗯 有三种情况嘛 哪一种情况是有学习障碍 或是有阅读障碍的人 他读起来 看起来 那个字像什么 是哪一题最像 学习障碍的人 嗯 刚刚到现在这样的三题 哪一题最像 对 学习障碍的朋友 像刚刚小恐龙这样 会有点困难 像小恐龙他在阅读的时候 然后他在念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小恐龙你在念什么 怎么都搞不懂你啊 对啊 你说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题 为什么 因为其他题目都是把字翻过来 这一题 只有一点点是把字翻过来 而且他有些字是少了他的部首 或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一题 对啊 而且老师这一题好多字都变得好复杂哦 嗯 其实不复杂啊 嗯 你发现他反而是简化了耶 对啦 但是 虽然说起来是简化 但又变得更复杂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觉得 对啊 老师我们都 都觉得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变得很难啊 嗯 问小恐龙就知道了 小恐龙你平常就这样吗 对啊 老师 那我有学习障碍 我是不是生病了啊 同脑生病了 对啊 嗯 其实我要跟你讲 小恐龙你没有生病 因为你很小 嗯 所以我刚才有讲过 你的头脑呢 还在发展 还没有成熟 所以呢 有一些认识字的那个部位呢 还没有成熟 可是如果 我们用一些方法的话呢 可以帮助你的脑袋哦 认识字的那个地方会变好 哦 真的吗 可是老师 那像我们刚刚大家在读的时候 也都读得很慢 然后也都要再花时间想 那我们没办法读得很顺 是不是我们也有一点点困难呢 不是 是因为我们都认识那个字 所以我们都知道怎么读 可是呢 其实刚才的练习 就是要让小朋友跟妈妈们知道 学习障碍 阅读障碍的小朋友 他在阅读的时候 他的困难点在哪里 要不然的话我们觉得说 这好简单 可是你一个小时只看那一页 你还看不懂 到底为什么 老师呢 我们是不是要用头脑结构 来说明一下 嗯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头脑长怎样呢 嗯 嗯 刚好这边很好哦 我们的语文区 刚好在我们的左脑 OK 好我们呢 认识字 在这边没有 他的位置刚好在这边 在差不多这个地方 看这个耳朵这附近吗 呃对 就在后面这边一点点 哦 他的名字叫做角回 就是角落的角 回家的回 然后呢 这小恐龙刚刚就讲 为什么大家念的时候 我听得懂 可是看的时候 就没办法看懂 对啊 因为呢 这个就是角回还没有成熟 嗯 所以 比如说那个字颠倒了 他也不觉得 他觉得很正常啊 哇 这头脑真的好复杂哦 对啊 好 那我就要问了 亲爱的妈咪 有没有过我们家的小朋友 在学习或是在阅读上 有遇到过困难 秉鑫她的问题是 比如说常常有时候 国语文方面 那有错字 那老师给她定证了 定证了一次之后 诶 今天写了 正确了 可是每一天写 诶 还是犯了一样的错误 那妈咪那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给她 定证的错字 来再写个五遍 然后加深印象 好 那我就要问了 来 妈咪叫你定证五遍之后 你就把这个字记起来了 妈 还是说下次还是不小心错 还是说 哎呦 我就是先写给妈咪看而已啦 是哪一种 就是有时候 写了 比较多遍就会记得 可是太难的字 有时候还是会忘记 写十遍还是忘记 孙老师 其实妈咪说的状况 就很像一般小朋友会遇到情形 对 但是真的一直定证 定证好几遍 就可以克服这个 学这个字上面的困难吗 那我们一般人都以为说 情能补着 对 多写几次就会知道 可是缴回呢 她的成熟 她要帮忙她去记得字 有时候你要运用一些游戏 嗯 比如说 呃我们先玩一下 哦 玩一下 好 老师 很简单 嗯 这不是有这些动物吗 对 嘿 有树 有鸟 然后呢 有草 有牛 你平常怎么样记这些字 平常怎么样记这些字 谁要告诉我 有看图 然后老师教我们 哦 这个是牛 然后一直念一直念 那国字你怎么记呢 国字怎么记 国字就是一笔一笔教我们 哦 好 还有谁 就是看那个字 看起来比较像哪个动物 哦 你自己用你的办法就对了 哦 还有吗 好 亲爱 回家多练习即便 嗯 情人捕捉星的 嗯 所以你是情人捕捉星 一直练习一直练习 老师说有招数可以用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国字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嗯 我们国字呢 叫做语标系统 嗯 什么意思啊老师 就是那个字 其实都有一个标志 嗯 然后它有原始的源头 比如说牛 你看 以前的牛是什么 它有脚 对 有耳朵 然后它这样一画 你看 那个牛 原始它是一个牛头 嗯 OK 所以如果你让它知道说 哦 原来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 你就要印象深刻了 对 比如说我们讲说保护的宝 对 OK 然后其实它就是一个人 然后人它抱了一个baby 你就是要保护那个小婴儿 哦 所以你就哎 你就记起来了 比如说比较难的一些字好 对 OK 嗯 这个字 刚才大家都看过了 国王穴 穴者 对 嗯 OK 这个穴你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宝盖 对 然后呢 它是 你会发现它是挖个洞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 洞穴 所以你就开始想到说它有故事 它有个影像 那我们影像怎么样 天生就有的 对 有时候呢 如果小朋友比较难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字剪成几片 哦 然后让小朋友说我们玩拼字游戏 对 比如说我们把它剪成五片 然后他现在他就要怎么样 去认识这一片 它组合起来之后 他就开始慢慢认识 这个字长得怎么样 哦 所以不是用千辛万苦的方法 一直写一直写 而是要用游穴的方法 自然的把它记住 对 哦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比如说这个穴 我们上面弄那个 那个什么强力胶写上去 对 那你可能上面撒了红豆或是绿豆 然后让小朋友这样 摸着眼睛让摸 让他猜猜看 这个字是什么字 哦 他又对那个形状 对那个路线就很有概念 因为最重要是 其实我们在讲 你这个脚回 嗯 你可以运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用触觉 来帮助他成熟 然后我们这个用情感 哦 说故事是用情感来帮助他 嗯 老师再举一个别的字来试试看 好 我们用简单的字 哦 这个弓 好 好 我帮你 这个字 有没有想到一招 讲故事的 会想到 像我们射那个弓箭 嗯 然后以前有个故事 那个 那个弓箭射到 就是那个 在酒里面看起来 像是一个蛇的 非弓蛇而已 对对 会用 可能会用这样的故事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弓跟他以前弓箭的那个弓怎么样 形状很像 对 形状很像 其实它也是象形蚊子去摆遍过来的 然后呢 这个 好 就是旁边的身就是人 然后旁边的弓就是 弓箭拉起的时候 它会弯曲 然后人就要往下弯 人就要像弓箭一样稍微往下弯一点 就是这个弓的意思 是这样吗 老师 其实我要讲说 我们在学这些字 你可以用你自己去掰的故事 哦 自己 不然你编故事也没关系 只要你在你的脑子里 你变成意义就好了 你记得就好了 老师那如果再加那个穴呢 又变成另外一个字 诶 球 来来来来 就拿刚刚小朋友的例子就是 背着弓箭要弯着身体嘛 那通常我讲 弯着身体要躲在洞穴里 应该就是 很穷 没有什么身外之物了 然后就一个人躲在洞穴里 所以应该是可以很贫穷的感觉 老师这样怎么样 对啊 很好啊 其实老师如果说 我们大家可以像刚刚这样 一直编制啊 一直练习啊 是不是说 越长大越进步 然后这个困难就会越来越少 对 其实你的 现在我们在做这些的事情 就是在帮助你的脚回怎么样 变成熟了 它的运作可以正常了 所以就可以跟一般的小朋友怎么样 书拿起来 他开始可以慢慢的念 比如说像小恐龙 他读书 他会跳字的话 对 他就会养成一个习惯 念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 才不会跳字 那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会跳行 你一定要用个办法 把它怎么样遮起来 所以这一次只读这一行 他才不会这样跳过来跳过去 然后就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 所以这些都可以帮忙的 我要想说办法其实有时候很简单 嗯 比如说小恐龙 你念一次给我听 然后呢我念一次给你听 哦 互相念一次 对 就马上就懂了 对 好简单啊 小恐龙有时候在听的时候 他知道说 哦 原来那个字 不是我看到的那个字 它原来不一样 嗯 他自己慢慢的就矫正了 哦 不过说到这里你们知道吗 国际巨星汤姆克鲁斯 还有很会唱歌的肖静腾 还有奥运 飞鱼 菲尔普斯 其实他们都有阅读障碍了 但是你看他们还是可以有 那么多别的事情那么厉害 还有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 然后还有发明大王爱提升 他们也都是有阅读障碍 有学习上的困难哦 可是你看他们也用了一些办法 然后努力的去克服 然后在别的方面有了一些成就哦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 有点学不来 跟爸爸妈妈讨论一下 还有跟老师讨论一下 用一些好玩的方法 动动脑 其实学习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哦 欢迎大家一起来试试看 祝福大家 阅读有困难啊 其实就是脑袋里面 还有一个区块还没有长好耶 所以如果有同学有这样子的烦恼的话呢 那我们也要当小天使 帮他把所有的字全部都编一个故事 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太沮丧 也不要哭泣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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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难免犯错 改过才要紧 我真心说没关系 丢着让熊 mistake 就让熊小心慢慢的打石头 我真心说没关系